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聚集居》 我是阿爹 你好像被人打了兩拳 我們就是生活在地球之上 地球就是在太陽系中 太陽系有什麼行星? 金木水化泡 我們最近有月亮、金星、水星等等 大家應該都聽過占星學 專門研究這些星體對我們的影響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太陽系中的行星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自古以來無論是中國還是愛國 都很多人去研究天象 甚至去觀天象來預測一些大事的發生 中國古代由周朝開始 就已經有專門為皇帝觀天象的部門 去到清朝陰天鑑更加很有名 很多電視都有 即是已經成立了一個部門 經過長年累月的時間 沒錯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門 因為他們會每天他們的工作 就是觀測天上的星星 好浪漫 然後會看B顆星穩落 或者B顆星很閃 來預測有什麼大事的發生 我想問問你 為什麼天上的星星可以影響到地球發生的事 月球的運轉都會影響地球的潮漲、潮退 氣溫、四季的變化 外在的磁場 我們觸摸不到 但已經影響我們的生活環境 所以我們有四季、潮漲、潮退 其實星星在哪裏閃哪裏暗了 其實是它有的能量和磁場都影響我們 所以我們只是在地球上生活 我們都很有必要去連結每一顆星 或者去了解每一顆行星的能量 以及它們是怎樣影響我們 當然 在這一段時間 有很多人的靈性發展 又了解到天狼星、天琴星、天女星 很多很多很遠很遠很遠的星 當然這些星體你連結去是有能量的 但是距離跟地球是很遠很遠很遠 為什麼有人喜歡去拜神 走去很遠的地方拜神 因為夠遠 人家那些是比較厲害的 遠一點是比較厲害的 但是你近一點 你身邊的 我旁邊有個天后廟太近了 不行了 所以在我的角度 反過來 我們連結一些比較熟悉的星體 例如金星、火星、土星、木星 這些是我們熟悉的 近一點距離的 能量、力量就會大很多 譬如 我隔山打你會比較痛 還是我就打你會比較痛 遠水不能夠近火 你知不知道 你說什麼 近水樓台才得月 所以要近一點 連結這些星體去做一個共識性 大家都知道我是研究占星學的 占星的學者 表表者 占星也是研究太陽系的十顆星體 因為不是全部都是恆星 月球不是恆星 研究十顆星體 對於我們地球上的人有什麼影響 但是在我研究的過程中 我就發現占星學它只可以知道 知道 它是一個覺察自己很好的工具 那已經很好了 是一個了解自己的很好的工具 譬如我知道了冥王星對我的影響 我知道了土星對我的影響 就要透過你強大的意志去面對 你將來預計到發生的事 或者預計到你自己的心情 是不是這樣 通常不會用來預計 而是發現我的模式 譬如我的星盤 出生的時候 土星就和我本人的太陽 有一個不是很和諧的上位 即是他們兩個的位置 不是很合適 就會導致我這個人 會比較不太認可自己的價值 對於表現自我會有壓力 所以我會經常懷疑自己 或者是不敢走出去 但是我知道了土星對我的影響之後 我就要靠自己的覺察能力 在現實生活之中做出一些改變 才可能可以得到一些改善 我就想問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試半功倍一些 其實占星這個學派技巧和工具 去了解自己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太陽和土星有一個影響 就令到這個人沒有那麼大的自信 我就會放大了太陽的能量 去克制土星的能量 補充我太陽的力量 補充你太陽的力量 那我就解決了我被影響的前場 那就是說占星學就是用來檢查這個情況 我知道我的太陽被土星壓制了 而導致我日常生活中不夠自信 而你的方法就是可以解決我這個問題 讓我自己覺察或者行為上改變 要更加試半功倍 更加有能量更加有效率 所以兩者缺一不好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情況有怎樣改變 那倒是 在我的靈性的生涯 學了很多東西 再加上我的頻道 或者我看我的前世 我的處理問題的方式 我就寫了一個叫彩虹能量班的一個課程 在這個班裏面就會教大家 怎樣去連結我們俗式的星體能量 我們怎樣去運用 怎樣去處理自己的問題 這個星體是甚麼能量 屬於我們怎樣去運用它 怎樣去連結 各個星體我都會去教的 我在這個課程裏面 我都會幫大家去連結你的指導力 我的方向對還是不對 這樣的情況 你多一個back up 你的所有的連結 就會更加清晰 更加有強大的能量 那上彩虹課程 是否一定要有一些零線基礎 因為我們的彩虹能量課程 是要上了靈氣班才可以上 是 那又是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彩虹班 就是給進階的人 有感應能力 或者是感受到 靈氣班就是教你怎樣去覺察自己 或者是增強你的感應能力 要覺察了自己 你才去學處理自己 處理這個問題 好像我們要吃一些保健品 起碼我知道 原來我甚麼部位 或者覺察到我哪裏不舒服 我才會吃保健品 那如果你亂地在藥房 收拾一些保健品回來吃了 幸好你就有用 幸好就幫不了自己 所以我都是建議大家 有一個感應力 或者有覺察自己的能力 先去上這個比較深奧的彩虹能量班 那除了教大家 了解星體 運用星體能量 還有找我們的指導靈 在這個彩虹能量的課程裏面 有沒有教一些修煉的方法 或者提升我們靈性層次的方法 那當然有 我們會教一些呼吸法 那這些我就會透過我前世的修煉 拿回來教出來 因為我學懂的進步 我都想我所有的同學 所有的學生朋友 都跟我一起進步 所以這些我學懂了 都會教出來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會在靈氣大師班裏面 去找守護靈 守護靈又和你剛才說 彩虹能量課程裏面 去找的指導靈有什麼不同呢 守護靈就是會陪著我們一起去面對 我們日常生活的問題 人生課題 人生課題 陪著我們一起去成長 陪著我們一起去面對 指導靈就是好像一個老師一樣 帶著你怎樣去面對你的問題 或者給你一些正確的方向 給你走一些正確的路 如果你走錯路 它會拉拉來 會透過你的生活 透過一些方式 你和你練習的方式 去提一提你 那就是好像一個GPS導航 如果我轉錯了彎 或者走錯了路 你有一條新的方向 它就會指引我去一條 可能多一點點的路 但也會導致我去到目的地 是的 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我們的課程 你可以找我們的同事 好了 我們今次的星際旅行 就到這裡 拜拜 groan 我到了 黑 枝 兩 掰 抓 毛